欢迎来到小五故事会 立马坐直了身子 顺手推了一下那男孩 给蓝站让出条路来 你怎么再站 魏无羡惊恐地问道 这句话不是我该问你吗 蓝忘机走过去 冷冷的眼神披了那男孩一眼后 转身面向魏无羡 微微俯下身去 把两只手搭在魏无羡座椅的扶手上 把魏无羡围在了椅子上 这样的姿势 便让魏无羡整个身体 都被蓝忘机包裹在了怀里一般 一股莫名的压迫感袭绝而来 我 我出来吃饭啊 魏无羡眨眨了几下眼睛 微微扭过一点头去 朝江城和金子轩拼命地眨眼睛 一边在脑海里回忆 自己刚才有没有做出什么过分的 容易引起蓝站误会的举动来 江城望着魏无羡这幅 被抓尖了一样的表情 有些反应不过来 金子轩也是一脸的不可置信 但来不及多想 立即顺着魏无羡的话点了点头 对 我们的确是来吃饭的 忘机 金子轩也是适的问 你哥呢 他来了吗 来了啊 话音刚落 蓝西辰的声音就从身后传来 几秒钟的功夫 已经走到了他们跟前 蓝忘机还在以一副微微俯身 把魏无羡压迫在怀里的姿势僵持着 压根也没分给过任何人一个眼神 就连金子轩的问话 蓝忘机都全当没听见 依然自古自的 眼眨不错的盯着魏无羡看 心里就像是被酸醋冲刷了一遍似的 又酸又辣 眼底是微奇的怒火 胸膛因为隐忍怒气 无微微起伏着 他不明白 魏无羡碰那个男生的领带 还亲密地拍那男孩的肩膀是什么意思 因为距离的关系 他看不清魏无羡捉住男孩领带时候的表情和眼神 只觉得那是个极其亲密 甚至可以说那是一个调情的动作 那么亲密的动作 让他感觉到了冒犯 眼底便又冷立了几分 感觉到了蓝旺鸡的怒气直 再蹭蹭蹭地往上涨 魏无羡眨眨巴着眼睛 下意识地就想解释 他道 你不是说你今晚有事不回家吗 那我就寻思着跟朋友出来一起玩会儿呗 蓝旺鸡有些愤怒地道 我不回家 你就可以来做聊播别人 跟别人亲亲我我了吗 你说话小心点啊 魏无羡眨也是要面子的 被蓝旺鸡这么压迫着 让他多少有些面子上挂不住 同时他也知道蓝旺鸡是真生气了 当着蓝西沉面 他不想惹蓝旺鸡更生气 便没有继继续争辩 只是抬手握住蓝旺鸡的胳膊 轻轻推了一下蓝旺鸡 轻声哄道 蓝湛 你先让开一点 在我身旁坐下吧 有什么 我们一会儿再说 蓝旺鸡却一动不动 也不说话 只是紧抿着唇 眼眨不错地盯着魏无羡看 仿佛一尊俯视众生的神像 金子轩和江城不明所以地看着蓝旺鸡 眼底透露出强烈的求知欲望 蓝旺鸡轻轻叹了口气 在江城旁边坐下 浅浅一笑 小情侣的事情 即使我这个做哥哥的也帮不了他们啊 啊 十 什么来着 江城震惊道 情侣 他俩真在一起了 蓝旺鸡沉抿着唇 闭上眼睛点了点头 金子轩和江城顿时捂着胸口 半天才把这个消息给消化掉 虽然说 在M国 蓝旺鸡给魏无羡加菜 挑鱼刺的时候 他们就大概看出点什么来了 但那个时候 他们都一致相信 这两人搞不到一起去的 却没想到 如今 他们不但搞到一起了 还说服了蓝旺鸡沉 这真是 魏无羡和蓝旺鸡还在对望 眼睛里盛着心虚和不知错在哪了 蓝旺鸡眼睛里盛着的 却是爱人到处撒网流情的怒火 和再次拾起的恐惧 男孩大抵是看不过去了 又觉得自己看上的人就这么非了有些不甘心 便大着胆子 不懈的眼神看着蓝旺鸡 毫不客气地道 这位先生 您能站直了 让他好好说话吗 闻言 蓝旺鸡真的站直了身子 轻蔑地看了男孩一眼 又把视线落在男孩手里的酒杯上 冷冷地重复着他刚才的那句话 他 不 喝 酒 几乎是咬牙齐齿地把这几个字说完 又挑衅地眼神看向男孩 眼底的灵力带着些压迫性气息 男孩被这股强大的气势 压得差点往后退去 可他是演员 就算害怕也能通过演绎的方法 把自己眼底的害怕眼藏起来 不卑不亢地看着蓝旺鸡 镇定道 是吗 可他刚才说没有七十五度的酒 就不喝 说着话的时候 男孩的眼睛一直注视着蓝旺鸡 眼力分明就是挑衅 表面却是一副温文如牙的表情 让在场看出来的人都不禁感叹 不愧是会娱乐圈的 即使不出名 这演技也是挺过硬的 是吗 蓝旺鸡迎着男孩的目光调歇回去 冷冷道 那得看看是谁镜了 你说母片资格 avant十一 которые 那么 你渐止嘀 他对我们爱 букв 《Es flags》 一个 suar